大家好,我是羅馬設計師Jerry 香港地小人多,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增加多些收納量 又不會加大空間的壓迫感呢? 今次我們來到軍龍灣的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就住了五個家庭成員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如何在小赤數變成大空間 Let's go! 由於原先的廚櫃比較小 互主也有煮食的習慣 也有不少的電器要放 例如飯煲、雪櫃和氣炸鍋 所以我們在飯廳的位置就增設了一個中度 就可以多些空間去放電器和煮食 而且飯廳的空間不算很大 如果要放一個四人的餐桌 就很阻礙入的通道 所以我們在這個中度就加設了一個伸縮拉胎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增加多些空間 這個設計就滿足了煮食的需要 好,站到一邊煮食、看電視、聊天 你說多chill呢? 相信有很多女士都有不同款式的手飾和包包 這個櫃就適合你們了 這個櫃我們用了金屬和玻璃的設計 還有一個鏡的背板 就可以透過窗外的餐櫃進來 令整個空間感更大 主人房的空間不算十分大 戶主想放一個四呎半的雙人床 而且有多些收納空間 我們就決定做一個角樓的設計 也叫做一個樓梯櫃 一般的角樓梯都比較佔空間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可以伸縮的樓梯櫃 這樣就可以靈活一點 當需要上去的時候就打開這個樓梯櫃 這樣的時候就可以收回 扣保下層的通道四場 這樣就可以自散空間之餘 還可以儲物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們的IG、Facebook和Youtube頻道 下次見,拜拜! V pro 天后 辦公室 VNT lusive